沙拉越州议会如期在今天4月11号自动解散 未来临的州选铺路 选委会发文告宣布 将会在这个星期四 4月14号召开会议 商讨并敲定州选的提名和投票日期 此外 选委会当天也将会决定 来届州选将采用截至什么时候的选民策 沙拉越州议会按照首长丹斯里阿德南早前的宣布 今天自动解散 选委会随即表明 这个星期四就会在古近的一家酒店开会 敲定提名和投票日期 这场会议将由选委会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莫哈新亲自主持 届时选委会将会报州选的筹备工作 并宣布将采用截至什么时候的选民策 按照以往的惯例 外界预料州选最快将在这个月底进行 过去三届州选都在议会解散后的一个月内就举行 在新选区制度下 这届州选的一席从原本的七十一席增加到八十二席 阿德南早前已经表明 国阵有信心能赢得六十到七十个席位 如今就等选委会公布提名日 为各个政党间的竞争正式点燃战火 NTP7综合报道 阿德南早前已经表明了